黃旗舉高準備 現在出 扭扭閘的 看到是驚贏之驅 爆料在內蕩拍著 聰明開心 有一隊已經知道了出來 中間夾著還有一隻 就是日姓光輝 再過幾碼位 然後才看到 有隻宮殿福將 現在就是第四位 過幾碼位 然後師傅在第五 日姓黃寶 上到外蕩的第六七位 已經拍著黃旗珍威 其他的馬 後面還有一些 叫做 那一隻就是 日姓什麼什麼 還有一隻日姓快驅 然後在後面 然後包尾那幾隻馬 才是露閘的 敬贏之驅 滿貫之聲 白玉驅 那一隻在尾 轉彎進來 直路 那隻宮殿福將 都飛了出來 在外蕩那裡 但是日姓光輝還是偽先 中間上來的 爆料 那後面再衝上來 然後才看到 還有些王者珍威 走進去裡面 外面上來的 還有一隻就是 拍檔福星 拉屎回來 在前面 帶頭的日姓光輝 還是偽先 第二名過終點 就是拍照 有這隻王者珍威 拍檔福星拍照 十二、十三、十四 爆料第四 全部大號碼 如果一隻十二鏟 鏟進來 就沒有那麼激 十二鏟好像真的鏟進去 十四鏟 對呀 有得拍的 都說十二、十三、十四 現在就這樣看 應該就是十二、十四 如果十二、十四 就八千多元 如果十三、十四就過萬了 最低評分那幾隻 搞錯呀 如果這三隻給你選 你都會選到十二 說真的 但是現在的勢 十三號真的有機會贏 贏 十三號不是 十三號第三 現在王者珍威的後勁是好的 十三號跑第三 應該 如果沒有看錯 很近很近 任務來也要雞手鴨腳 在這裡 奇怪呀 走得住你沒辦法 那看十二好像第二 有得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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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馬全部加一隻一在前面就中了 哈哈哈哈 三號、四號全部加一在前面就中了 一、三、一、四 平均最低的 現在是 百檔複星你也可以想 那兩隻真的沒什麼本事 飽馬就這麼奇怪 褻褻褻褻到哭的時候 被他掃光了 日姓光輝才拿名 剛剛上個禮拜 在二班那裡 連一場姓豪江標記 他都不夠跑 那些黃耀珍威還在聊天 那些黃耀珍威還在那裡 我阻擋你 不好意思 還要收回席 慢慢跑 還要贏了 三隻日姓 以為日姓光輝最水 怎麼辦 他贏了 那些日姓都不知什麼 看見到在後面 那些日姓快區 那些日姓快區 日姓快區照理都好 那些日姓快區 唉,再看看他怎麼跑,一出集就爆料會閃的 向外閃的 WIN就過千了,如果看上來12號拍第二的話就8000元 他那隻14都不用力的,過你嗎?真是 奇怪 宮殿福將,留住在第3、4 師傅在第5,那些都是二本馬來的 日式亡寶都上來的,拍到王爺珍威那些 在第6島 反而一邊跑,一邊斷 反而那些 嘩,幾好啊,一夜抹光 一下一次講馬,這場不算的 抹光它 算都沒辦法的,真是 你看宮殿福長都退了,在中間 腳都開不了 其實13號騎好些都有的,真是 應該 make sure 沒人中的了,真是 搞這樣的賽果 你看影頭馬照片多虛陷就知道了